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众关卡来关这把德军的蜘蛛啊,任职分现在是排第三,关键胜率很高,87的胜率 阵容方面的话没有佣兵,这边是搬了一个先知感觉 然后拿的阵容的话是新病组合,配勘探员加前锋 那应该抗性要点上了吧,一点加困兽 够了吗?我觉得点个三点对吧,让你们知道什么叫钢铁蜘蛛 遇到勘探员,遇到勘探员蜘蛛的话,这边有一个三连的机会啊,50多点蛛丝了 一轮三连是51点嘛,这边看一下加不加速,最好破一个交互点以后再加速 最好破一个交互点再加速,那这边是把这个板子的加速用了 那这边第一连,第二连,再加速过来,有机会能打一刀,还行 虽然说没有打一个取消叉刀吧,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因为闪现还没好嘛 如果说一波加速配合一个闪现快速击倒,这个局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蜘蛛宝瓶真胜局啊 反正要过来三连蛛丝 这边的话打断了一下,够了够了够了 漂亮啊,来回的拉扯,对吧 三连蛛丝在这个点位,你看不见我,我对吧,左右拉扯以后我找到你一刀打 很舒服,实在不行交个闪,这个闪也可以交,因为是看待员呢,这个闪留下来容错率就很高了 对吧,这个看待员是不太可能二流起来的 如果真二流起来呢,就是直播这边失误了 就看这波防守了,这波防守 他过去,对,多打一刀,多打一刀,把你的应激给消耗掉 这样的话呢,我待会过来打一刀前锋,你就没办法远程之音之聊了 前锋这边的话应该是要下板加速了 来了来了来了,土吗,下了个两层猪丝打一刀 这波防守还是挺舒服的 追,双倒,你是真地摊,但是我很喜欢 这个摊的真漂亮,真舒服 这波双倒打完,一灭就出来了 因为是还有一口猪丝,远程可以吐一口的 也不是特别怕你这个磁铁,这边吸一下就吸一下了,对不对 要队友帮忙下板子,他这边可以 哎,哎哟,这个人家队友帮忙下板子了 这口猪丝吐真漂亮,两口猪丝 前锋这边也倒地了 球人还是有机会能盘活一个三人开门站的 但是需要断掉蜘蛛,就是这边挂飞 就这个人不要救了,这边去把前锋摸起来 然后补状态,这看待云就不要了 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有机会能打 如果来救的话,其实给蜘蛛会更多的机会 这边要来救吗 要救吗 啊,有带薄命,应该是带着薄命啊,这边没有加锁 一飞,落地 打一刀,救下来 但这看待云不好走啊 吐一口,又是一个双挡 然后这边的话,蛛丝还很多 一连 连上 诶,这边的蛛丝 戏手 活命时间之内我觉得交闪现了 这边蛛丝 好像蛛丝 落地刀 哎呦 好流畅啊 这把打得真舒服啊 这边还过来再来追一道尝试 没追到,没追到也没关系 能不能找到这边的这个病患 找到病患的话看见病患 那节奏不断啊,挂上 其实我觉得这波不要 哎 没挂上 他没挂上 那要交闪了 那要交闪了 逼出了一个闪,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除非这什么 这被射合病患起来了 哎,他先挂病患 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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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你病患起来 先把病患挂上 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 但是我觉得可以挂里面那张椅子呀 哎,前夫这边来搞一手 前夫,来 全员,全村人的希望就靠你了 啊,前夫说 没没没,我只想救人 不是,这这这这这这 老下来,看一下 前夫这边的话半状态 吃了比较多的蛛丝 一刀倒地 那一换一对于蜘蛛来讲也不亏啊 挂上以后直接可以追节奏 直接可以追节奏的 去追这边的病患,来不及摸好的 再看,哎,再看,没找到 听到了,好 吐一口,没吐到 叶刀打,这边飞出去 去捞人 三个人全在这边打 差两台机子 问题不大的 追谁都可以 追病患吧 吐,没吐到 应该是没机会了 这把的话 要打 需要绕过去 先把这边女神像这台给点开 然后 这里 再来就一波 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来不及 感觉有点来不及 还会拉扯 打一刀 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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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最好的心理学 倒地 病患这边吃了蛛丝 吐一口 没吐中 没吐中 找前锋啊 对,找前锋 回升拉 对撞 漂亮 这个一定要回升 因为蜘蛛是加速的 就是在面对有加速的那个 监管者的时候 前方拉球一定是回升马来撞对吧 才有机会能走 要不然没机会能走 挂过去吧 这边应该底牌没交呢 不行这边切个失场 后续的话 球者的韧劲还是打出来了 这个韧劲还是很强 只不过就是劣势实在太大了 三连蛛丝 记得啊 好的 前锋这边再来捞一波吧 前期的节奏 他这个雪球滚的太好了 主要且这边杀人猪心就切个失场 没什么太多可讲的 涂一口 没涂就有闪现 闪现带走 结束啊 整个 切传送了 整个流程来看 他就是前锋如果起来 就传送回去 整个流程来看的话 穷者好像 只有那一个机会点 只有那一个机会点 就是那波 看来又不要救了 然后 补状态 哎 没法记得能点亮吗 能点亮吗 哎呦 感谢大家收看粉丝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